中时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奖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 《第一印象心理学》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你刚参加完一场面试 自我感觉表现不赖 结果却久久没能等来 那个让你参加二面的电话 或者你刚和一个潜在商务伙伴 初次会面 你认为自己表现得很专业 可是后来你再约他 他却总找理由推脱 也可能上周末 你刚参加完一次集体相亲 你还为此精心打扮了一番 结果你发现 和你同去的女伴 接到了好几个相亲对象的 微信好友申请 你的手机却静悄悄 怎么会这样呢 实际上你的自我感觉 可能和别人的感觉并不一样 比方说 如果你觉得自己在面试上表现得很健谈 那么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够虚心 如果你认为自己见客户时认真严谨 别人可能觉得你古板木讷 不会变通 如果你觉得自己相亲时 不过是有点腼腆 那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可能是不好接近 第一印象可能让你失去了一份好工作 一个好朋友 一段好恋情 还好 创造良好的第一印象是有规律可循的 和人初次交往也是有技巧的 关于第一印象的所有秘密 都在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中 本书的作者有三位 他们分别是安德玛瑞斯 瓦莱利·怀特和莱斯利·奥尔德曼 其中安德玛瑞斯是纽约大学心理学博士 他还是美国第一印象公司的创始人 第一印象公司帮助客户了解在初次约会 与社交场合中的自我表现 并为财富100强公司的经理们 提供领导技能的培训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英国广播公司 国际公共广播电台等 都报道过这家独特的咨询公司 本书在美国一经出版 就受到了出版人周刊 书单等多家媒体的大力推荐 在中国出版三年多 也加印五次 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可 下面我们将从三个方面 来给你讲解本书主要内容 第一 第一印象为什么重要 第二 如何创造良好的第一印象 第三 如何补救不良的第一印象 首先我们来讲第一个问题 第一印象为什么重要 虽然人们大多认可 第一印象的重要性 但可能不会去深入分析其中的道理 于是作者给出了两个理由 第一 现代人和陌生人见面的机会 大大多于过去 百年以前 人们几乎足足备备 都待在出生的地方 他们对自己周围的人和环境 了如指掌 不需要过于关注 自己留给别人的第一印象 可是对现代人来说 人们的生活变动远远多于过去 我们可能经常换工作 搬家 甚至迁徙到新的城市生活 这就需要频繁 和素不相识的人建立关系 我们甚至每天都可能结识新的人 比如孩子同学的家长 便利店的店员 一起健身的人 飞机上临坐的乘客等等 每天你都有可能遇到初次见面的人 因此第一印象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个理由是 作者认为第一印象是个过滤器 他决定了他人日后很长时间 对你的刻板印象 如果你不相信 请先假想一下这个场景 你在路上发现两辆车发生了呱擦 车主A正在气急败坏地大声叫骂 车主B则在旁边 用平静的口吻打保险电话 那你会不会立刻就产生这样的第一印象 车主A是个脾气暴躁 难以相处的人 车主B则是个温和靠得住的人呢 的确 他人会根据初次见面时你的表现 来脑补你整个人 而且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们都会用第一印象这个过滤器 去探寻你身上和他们印象相符的特征 过滤掉和他们印象相悖的特征 也就是说 在交往不深的情况下 人们根本不会在乎你实际上是怎样的人 只在乎他们以为的你是怎样的人 这势必会影响你们接下来的关系走向 了解了第一印象的重要性 那么如何为自己创造良好的第一印象呢? 为了方便理解 我们来假定这样一个场景 假设你将要和一位名叫苏珊的女性 进行一场初次会面 你可以把苏珊想象成一个潜在客户 一个相亲对象 或者一个可能的合伙人 不过 不管她的身份是什么 你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让苏珊对你产生良好的第一印象 好 下面我们就分三个阶段 给你介绍良好第一印象形成的诀窍 第一个阶段是预热阶段 在这个阶段 你需要尽量让自己富有亲和力 首先 你要营造出易亲近的个人风格 个人风格包含的第一个要素 就是你的个人形象 个人形象包括你自身的形象和你的穿衣风格 自身的形象很好管理 你只需要在和苏珊约会前 保证自己的牙缝清洁 头发干净整齐 指尖没有污垢等就好了 关键是你要学会管理自己的穿衣风格 其实 穿衣风格的好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最重要的是 你的服装风格 要契合你想塑造的个人形象 并要融入当时的环境 作者给出了两点建议 第一是和人初次见面的着装 不要过于随便 也不要过于隆重 太过随便 比如穿T恤短裤夹指托 会显得对人不够尊重 太过隆重 比如穿全套西装打领带 又会给人压迫感 第二个原则 是你的服装要让自己感觉舒适 否则 你会一直因为快崩开的衬衫扣子 或被斜磨破的脚后跟而焦虑 作者还提醒你 不要受到聚光灯效应的影响 所谓聚光灯效应 就是当我们出丑时 总以为别人会注意到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 你也无需太在意 自己眼睛有点小 肚子太大 今天还配错了包包 苏珊真的不一定注意到 营造有亲和力的个人风格的 第二个要素是放松身体 首先要脸部放松 就是露出笑容 虽然这是老生常谈了 但假如你能在见到苏珊的那一刻 露出微笑并保持下去 那苏珊一定会感受到你的友好 促进你们接下来的交流 除了脸部放松 同时身体也要放松 假如你入座后 就一直保持僵硬的坐姿 或者一直不自在地动来动去 那无形中就给苏珊营造了一种紧张感 让她也无法放松下来 让自己富有亲和力的第三个方面 就是要注意刚开始寒暄的内容 作者对此提出了两条建议 第一条是建议你主动做自我介绍 这有两个好处 一是你卸下了苏珊主动自我介绍的压力 她完全可以依照你介绍自己的方式为模板 来介绍自己 不需要考虑太多 二是这会让你发出自信自在的信号 也给苏珊营造出自在的氛围 第二条是建议你 寒暄的内容要适应当时的环境 也许你很想让苏珊知道你的与众不同 但初次见面比较安全的做法 是尽量让自己的关注点 显得与当下环境里的人差不多 比如若你们约会的地点是家西餐厅 那就算你平日只爱吃火锅烧烤 也可以试着对不同价位的牛排发表几句评论 当然你也可以聊聊今天的天气 你们座位看出去的风景等 当你迅速融入了当下的环境 苏珊得到的信号就是你很随和 看起来还挺好接近的 在这里作者提醒你 可以适当说一些夸张的好话 比如哇这家餐厅真是不错 天哪这儿的景色太美了等等 这能让苏珊感受到你情绪很好 你喜欢这里也喜欢和她见面 比起平淡地说一句很高兴见到你 让苏珊更容易对你产生好感 好假如你在预热阶段就让自己显得有亲和力 恭喜你这是个良好的开端 接下来你和苏珊可能会试探着互相了解 这是创造良好第一印象的第二阶段 欺辱阶段 在这个阶段你要尽可能表现出关注对方 为什么呢 你可以先回想一下 当你和某人约会时 他对你的事漠不关心 从不问你问题 还总把话题扯到自己身上 你的感受如何 那假如和另一个人约会 那个人总是饶有兴慰地向你提问 并对你所说的一切感兴趣 你的感觉又如何 相比之下 你对谁的印象更好 答案不言而喻 人们当然都会喜欢对自己感兴趣的人 那你现在该如何表达对苏珊的关注呢 作者提出了四点建议 首先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语言 在苏珊说话时 你可以面带微笑 身体前倾 用身体语言告诉苏珊 你对她说的话有兴趣 另外 你还要注意你和苏珊眼神接触的时间 研究人员在实验后指出 人们在交流中 一般有45%至60%的时间 存在眼神接触 你可以等于或者高于这个时间 但不能少于这个时间 需要注意的是 你不能总是多次短时间的注视 这样很容易给人造成心不在焉的感觉 适当延长每次关注的时间 才更能表达你的关注 第二 作者建议你学会恰当提问 恰当提问包含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提问的次数要恰当 你向苏珊提出问题的次数 要多过苏珊对你提的 恰当提问的第二层意思是 提问的方式要恰当 常见的不恰当提问方式 是封闭式提问和假意提问 什么是封闭式提问呢 就是你提出的问题像连珠炮一样 而且问题的答案只需要几个字 比如你接二连三问了苏珊一连串问题 你老家在哪里 你现在住在哪儿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等等 这种提问方式给人的感觉 好像在审讯 让人喘不过气来 那什么是假意提问呢 就是你看似向对方提问 实际上是要把话题扯到自己身上 比方说 你想要炫耀一下自己热心公益事业 于是你问苏珊 你上个周末干了什么 当苏珊回答 我去打羽毛球了之后 你不但没有接着和苏珊讨论 打羽毛球的事 还把话题转到自己身上 你知道吗 上个周末 我去了儿童福利院 看望了那些可怜的孩子 其实我还资助过其中两个孩子 这时苏珊的感觉 可能就像有人堵住她的嘴一样难受 恰当的提问方式 应该是开放式 真诚关注的提问 比如你问苏珊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苏珊回答 我为一个非盈利组织工作 这时你可以表达好奇 并继续提问 真的吗 我对这个领域一无所知 可以和我说说你的工作 具体是做什么的吗 如此一来 苏珊就有了发挥的空间 而你只需要不停地提出开放式的问题 引导她说下去就好 作者的第三条建议是 你要专注倾听 不要边听别人说话 边看手机回消息 也不要心里总想着孩子明天的家长会 今天晚上的足球赛 如果你实在做不到完全不分神 那起码你也要做到看起来不分神 你可以用缓慢的语速说 对呀 然后配合缓慢的点头 这种方式会显得你在专注倾听对方的话 记住 不要用很快的语速回应对方 对呀 对呀 是啊 是啊 或者不停地点头 这无形中会传达你不耐烦的信号 作者的第四条建议是 注意回应的分寸 就是针对对方的提问 你不要回应过度 也不要回应不足 打个比方 苏珊问你 你假期过得怎么样 你回答道 真是太棒了 你知道吗 我回了老家 我哥哥带着他儿子也回来了 那孩子竟然长那么大了 我们还一起玩了大富翁 结果 我竟然还不如一个七岁的小男孩 看看 你自己滔滔不绝吧 这就是典型的回应过度 你确定 苏珊想听你和你小侄子 玩大富翁的事吗 你也不能只回答一句 我假期过得还不错就结束 这又是典型的回应不足 那怎么回应比较合适呢 你可以说 我假期过得还不错 我回了老家 见到了很久没见的亲人 还和他们去了两三个周边的小景点 话说回来 你去过我老家那一带玩吗 看 你既简明儿要回答了苏珊的问题 又把球传了回去 不仅让对方了解了你 也感受到了你对她的兴趣 在切入阶段 如果你充分地表达了对苏珊的关注 而苏珊也觉得你亲切随和 善解人意 那么接下来 你们也许会聊得更多更深 这就进入了 创造良好第一印象的第三个阶段 深入阶段 在这个阶段 你需要选择合适的话题 把握谈话的节奏 并调整谈话的心态 而且你仍要时刻对她表示关注 我们先来看看如何选择合适的话题吧 作者把聊天话题分为两类 一类是客观性话题 一类是展示自我的话题 所谓客观性话题就是不涉及你自身情况 仅仅关于你看到听到的一些事的话题 对于客观性话题来说 作者认为你什么都可以聊 唯独有两种话题 最好不要再初次见面提及 第一种就是敏感话题 比如政治立场 宗教信仰 或者经济条件等 比如你随随便便就说出 现在谁兜里没有一百万呢 买美国车的人都不爱国 这种话就很可能冒犯到别人 第二是琐碎话题 总之就是你昨天遇到了一个奇葩的服务员 你公司来了个讨厌的新同事 等鸡毛蒜皮的小事 这些事对你来说 可能是挺轻松的八卦话题 但绝对不该和第一次见面的人聊起 对琐事的过度关注 会让人觉得你庸俗又无聊 好 现在你知道了 客观性话题是基本不受限的 可聊天技巧却很有讲究 接下来让我们具体看看 该如何在聊天中 引出话题 打破僵局和回应话题吧 一般来说 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 找个共同话题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 如果你想给苏珊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 就要自动承担起引出话题的任务 作者建议你聊聊自己最近遇到的事 比如你刚去过的一家网红餐厅 刚看过的电影等 你还可以聊时事新闻 社会趣闻等 与上文提到的琐碎话题不同的是 你在这里聊到的话题 应该是能让苏珊听了能发生共鸣 产生兴趣或者产生愉悦感的话题 总之不是类似吐槽一个她不认识的人等 让她听了会皱眉头或者无言以对的话题 在不停引出话题的过程中 你要做到随时观察苏珊的反应 如果苏珊愿意就你的话题聊天 那当然好 假如你发现她对你的话题没兴趣呢 那你就要学会打破僵局 比如当你说完 现在几乎每个女孩都在减肥 苏珊只是微微一笑 并不想回应减肥话题 那么你就要立刻把话题转移 不过我还是觉得健康最重要 你有什么保持健康的习惯吗 人们哪怕不太关注减肥问题 对于健康问题还是能说上一两句的 那如果在聊天过程中 你遇到了自己不了解 或者不喜欢的话题怎么办 作者建议对于不了解的话题不要回避 而是应该大方承认 不知道并虚心求教 这并不丢人 而对于自己不喜欢的话题 则要想办法转移过去 比如苏珊问你 你这个行业年收入大概多少啊 你并不想过早透露收入情况 那你就可以回答 收入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 你不觉得接下来一两年 全球经济形势都不太乐观吗 也许接下来 你就可以自然地和苏珊聊聊 经济形势的事了 接下来再来说说 展示自我的话题 对于这类话题 作者建议 首先要遵循信息对等的原则 其次要掌握展现喜好 试短两个技巧 最后还要避开 自夸这个陷阱 先来说说什么是信息对等原则 信息对等就是你在分享个人信息的时候 要和对方分享的基本一致 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 比方说苏珊和你聊到了她的工作 老家 家庭成员等情况 如果你只提到了自己的工作 而不想透露任何关于家庭的情况 那就是披露不足 会让苏珊觉得你有所保留 不坦诚 可假如你过度披露 洋洋洒洒 把你从小到大的经历 梦想都说了一遍 苏珊会觉得你有点肤浅幼稚 过度披露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对第一次见面的人 说出了明显不合适的私人话题 打比方 苏珊问你今天过得如何 你回答说 哎 我刚才去医院做了肺部肿瘤活检 结果明天才出来 真让人担心 好吧 接下来苏珊除了和你聊肿瘤话题 她还能聊什么呢 同类的过度披露话题 还有你的婆媳关系 夫妻关系 亲人的离世等 这些话题还是留给 无话不谈的老朋友吧 再来看看我们在分享自我的过程中 为什么需要展现喜好呢 假想一下 你在说起自己挚爱的宠物 喜欢的体育运动 或者愉快的旅行经历时 是否会喜形于色 热情洋溢 无论苏珊是否也有同感 她都能感受到你对生活的热情 知道你不是个枯燥乏味的人 自然会给你加点印象分 那我们又为什么要向初次见面的人 施短 那是因为当你坦率地说出 我刚来这座城市时 找工作找了三个月 或者我是个路芒 刚才兜了好几圈 才找到这家餐厅 这类话的时候 苏珊反而会觉得 你很真实 有人情味 她也会敢于在你面前 展现一些自己的小缺陷 这无疑会增进你们的关系 最后看看 我们在分享自我时 常遇到的陷阱 第一个陷阱是自夸 你也许不会故意自夸 但你可能会在对话里 暗示自己的优越 比如你在介绍住所时说 听邻居说 我住的那个小区里 还住着几个一线明星 真希望散步能遇上他们 或者在介绍工作时说 因为工作关系 全世界的大城市都跑遍了 我现在挺怕坐飞机 要知道无论你说得再隐晦 苏珊也能感受到 你迫不及待地 要炫耀自己的心情 选择了合适的聊天话题后 再来看看如何把握聊天的节奏 所谓聊天的节奏 包括调整自己的发言时间 调整自己的语速和声音大小 这两方面 对于调整自己的发言时间来说 要遵循一个重要的原则 就是与对方互补 比方说 假如苏珊比较内向被动 习惯少说多听 那你就可以适当地多说点 假如苏珊很健谈 表现欲强 那你就尽量把主导权让给苏珊 自己少说点 那么我们该如何调整自己的语速呢 原则就是要适应对方 为什么呢 因为研究发现 人们都会偏爱和自己语速差不多的人 觉得他们亲切友善 所以就算你平时说话像连珠炮一样 假如苏珊说话慢条思理 你也应该尽量减慢说话的速度 不给苏珊造成压力 而我们调整声音大小的原则 是要适应环境 这个很好理解 在吵闹的地方提高音量 在安静的地方压低音量 能体现出你的素质和对谈话者的体贴 好 我们再来看看如何调整谈话的心态 作者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平等 不要有低人一等或高人一等的心态 比如说假如苏珊比你职位高 有钱 你就可以寻找一些你们的共同点来聊 比如旅行 育儿 健身 不要为了讨好苏珊刻意说一些恭维的话 比如说像你这样的白领肯定经常来这么高级的餐厅 我这种人是很少来的 也许你以为你的姿态代表谦逊 其实在苏珊眼里 你可能是自卑或者心态不平衡 如果苏珊生活不如你 你就要刻意谦虚并偶尔自嘲一下 尽量拉近两人的距离 比如你可以说你是做服装行业的 而不要说你开了几家服装连锁店 这样才能传达出我和你是一样的人的信息 让苏珊对你好感倍增 到这里我们把创造良好第一印象的三个阶段介绍完了 在预热阶段 你需要让自己显得富有亲和力 在切入阶段 你得尽可能向对方表达关注 在深入阶段 你还需要选择合适的话题 把握谈话的节奏并调整谈话的心态 如果把这些技巧都学会 那么你就很容易给别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了 然而现实的生活总是状况百出一地鸡毛 假如我们因为某些特殊情况或者失误 即将或者已经给人留下了不良的第一印象 该怎么办 作者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 补救不良第一印象的办法 首先假如预感到 自己可能会给人留下不良第一印象该怎么办 第一个办法 可以用中国一句俗话来概括 把丑话说在前头 比如说 你知道自己通常见到陌生人会比较紧张 说话比较少 那么你就可以在和苏珊正式交谈之前 对他说 不好意思 我第一次和人见面会有点小紧张 说话不多 请别在意 或者你儿子今天拿了全校第一 你情绪亢奋 你也可以提前对苏珊说 今天我心情不错 如果不小心说太多 请你提醒我下哦 你的提醒会让苏珊宽容 你可能不太完美的表现 防止不良第一印象发生 第二个办法是 在交谈中扭转局势 比如你意识到 自己不停打断苏珊的话 可以立刻就向他道歉 对不起我又打断你了 你刚才说到哪儿了 不过这种自觉的前提是 你当时就知道 自己做得不太好才行 有时候你当时并没意识到 自己表现不好 事后才醒悟过来 可是已经给别人留下了 不好的第一印象 怎么办 也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 事后解释 打个比方 你今天因为儿子考试得第一 太过亢奋 和苏珊见面时 你占了聊天的主导 却很少耐心听苏珊说话 可当时你并没有注意 回家后才意识到 那么你可以发微信给苏珊 简单解释一下 今天和你聊得很开心 不过今天我的话可能有点多 下次见面 我一定会多听听你的故事 虽然会有点小尴尬 但总好过让这个印象 在苏珊心中扎根 第二个办法比较温和 那就是等待时间 帮你扭转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 假如在你后来 和苏珊交往的过程中 能克服自己的不足 懂得关注苏珊的感受 那么他就会慢慢 对你改变看法 虽然时间比较长 但只要你有意识地去做 就有希望能做到 也许你会说 第一印象好或不好又如何 我就是我 我不想改变 是啊 假如你给人的第一印象 准确地反映了真实的你 你的确可以不做出改变 那么 假如不良的第一印象 是因为你用了错误的方式 表达自我而产生的呢 这时候 你只需要学着改变一下 表现自我的方式 或许就能掌控一段 人际关系的发展 在每天与陌生人见面的时间里 获得更多的快乐 同时收获更多的自信 好 第一印象心理学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